六足慧能大四月 密载如鞭 这一句话是谭经上的 是慧民 大四 你在谭经上看到他 有简单的介绍 没出家之前 他是四平将军 他是五官 四平戒绩相当高了 如果我们用今天这个军阶来看 一品是四星上将 二品是三星上将 三品是中将 四品是少将 这就是看除 慧民发死 他在世俗是将军 慧能大师得了一波 半夜逃走了 四秒所有的人 分到四面八方去追 去找他 想把一波拿回来 慧民 遇到了 别人没追到 他追到了 六足在这个时候 没有法子 保性命要紧 一波就放在外面 大陆旁边放在石头上 他就躲藏起来了 慧民追到了 看到人不在 一波在 去拿这个一波 他提不动 就想一想 四平将军 这个一波 这个报复 拿不动 他马上就去捕了 立刻就改变心态 求慧能大师出来 我不是为一波来的 我是为求法来的 马上就改变态度 能大师听了这句话 真的就出来了 所以就坐在石头上 慧民发死 就跟他礼拜 向他求法 能大师给他一说 他真开悟了 开悟之后 就问能大师 还有没有秘密 回能大师 回他一句 秘在如别 秘不在外 在你自己 就说这句话 秘在如别 真的不是假的 这个秘就是前面讲的 祝福秘藏 故知 祝福秘藏 本来居足 物则明显 不从他得 以佛法 这个一般来讲 大臣小臣 中门教下 闲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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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在你自己心里头 不在外面 你向你自心去求 就通通能发现 你到外面去求 怎么求也求不到 外面求 是求的知识 今天我们讲 佛教知识 佛学知识 与你自性 毫不相关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 优独播剧 优独播剧